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们说自古红颜多拨鸣 我推翻一切做个真英雄 经过不让许美 我无刀光剑影 伸手不凡看我为武一阵风 路见不平我就出手不犹豫 成见出了就是为了天下太平 两肋插刀 下骨柔情 宿面朝天成兄到底一路前行 谁说绿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宝安 两城的阳山 胜过真正男子汉 谁说你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一样初宝安 两城的阳山 一样初宝安 两城的阳山 真正男子汉 谁说你子不如难 是你看也看不穿 我们携手同心 已接近来 潇洒如风来起 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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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安心去吧 就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了人当然要偿命啊 人籍轻轻的 怎么会这么狠心啊 沈南 你要去哪里 你别冲动啊 我为什么不能 中济族才是山人凶手 明月是被他害死的 我要他给明月偿命 你走开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这么总是犯法的 犯法 那明月呢 她又没有犯法 那她为什么要死 我真搞不懂 你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你记不记得你在打牢里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的那些功力正义到底在哪里 我为什么一个都看不到 你最好别跟着我 否则 我就翻脸不认人 盛南 对你 我从来就没有失信过 对你 我从来就没有失信过 请 请 包大人 钟老爷来了 包大人 钟老爷 明月的事 班府实在惭愧啊 包大人 你们已经尽力了 是我自己没福分 好不容易回来了 却不能跟明月长相厮守 钟老爷 你要节哀呀 钟老爷 这是明月的东西 有劳公孙先生 钟老爷 明月此后 你和紫乐有什么打算呢 明月走得这么突然 我真的没有什么打算 所以我想还是先和紫乐 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 过些普通的日子吧 老爷 即将这边 董大人 我好多许多 我还要回去 那我去看你 就算了 我一句话 你会认为 你还不认为 你还不认为 这些人 你还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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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人 你还不认为 感谢观看 我们要去哪里呀 爹爹带你去玩 听话啊 展护卫 你有什么事吗 老爷出什么事了吗 福伯 你先带子勒回去 子勒 来 明月师虎未寒 你这么急着要去哪里呀 明月已经不在了 我对这儿也没什么留恋的 我只想带着子勒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重新过上平静的日子 我看 你明明是想带着子勒逃跑吧 中祭祖 你涉嫌杀害江玉琴 奉包大人之命将你抓捕归院 中祭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犯人中祭祖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我是不跪的 放 快快 快点 中祭祖 你可知罪 包大人 我既无杀人放火 又无奸引掳掠 何罪之有啊 简直岂有此理一派胡言 你杀害江玉琴 将罪名嫁祸给柳明月 柳明月为你含冤而死 你现在在公堂之上 还敢说不关你的事 说自己没罪 你是不是人呢你 包大人 之前我承认是凶手的时候 你们开封府上上下下 都说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不可能杀人 现在回过头来又说我是杀人犯 你们变得也太快了吧 好 我来问你 在案发当天 你有没有去过客栈见过江玉琴 没有 自从玉琴来找我闹事 我把她安顿到客栈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好 如果你真的没有见过江玉琴 那为什么她耳朵上戴着的 紫金耳环 会出现在你手里 那是她之前给我的 根据柳明月的证词 在江玉琴出世前两天 曾去找过柳明月 耳上还戴着这对耳环 你分明是在狡辩 是 包大人 东三 你仔细看好江玉琴被害之前 是不是戴着这耳环 是 直到她出世那天 她一直都戴着这对耳环 她不过是众多客人中的一个 你何以对她身上的事物如此留心呢 她出世的前一天晚上 我正好向她讨要房钱 她说没有 就指着这对耳环对我说 将来把她递给我 所以我对耳环的试样记得特别清楚 包大人 我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她之前给我的 是她出世那天我去找她说清楚 想跟她一刀两断 她一时恼怒 就把我送的耳环扔回给我了 你说你找过江玉琴 那你是 什么时候离开客栈的 是卫时 那你就是承认 在案发当天的下午 曾经到过客栈见过江玉琴 还拿走了她的耳环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你明显还是在说谎 江玉琴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把耳环交给你 因为她当时已经被你杀害了 姓欧阳的 明月都已经死了 你还处心积虑地陷害我 你究竟是何居心啊 再说了 你已经说了 玉琴是有时死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能证明我在陪子乐玩呢 那你就错了 因为江玉琴死的时间并不是有时 而是午后的未时 你说什么 你以为你的诡计真的那么完美吗 那就错了 我曾经去江玉琴住的房间里看过 发现房间的角落里布满烧过的炭灰 那是因为你杀了人之后 就在房间里烧炭 想使江玉琴的尸体变热 令其死而不僵 以此来误导武作的判断 延后了江玉琴死亡的时间 我说的对不对啊 胡说 这都是你胡乱猜测 我怎么会那么做呢 公孙先生 启禀大人 我们发现疑点之后 学生再度开关验尸 但发现尸体的腐烂程度 异乎寻常 应该是受热所致 据学生推断 江玉琴死亡时间应该推前两个时针 即是未时 没错 既然你承认在未时 与江玉琴在一起 那么江玉琴就一定是你杀的 好 就算玉琴是未时被我杀死的 那为什么明月有时去找她的时候 没有看到尸体呢 这说不通啊 啊 这根本说不通啊 很简单 柳明夜她去的 根本就不是江玉琴住的天资一号房 而是你拙人租下的天资二号房 柳明月曾经对我描述过 江玉琴住的天资一号房里的家具陈设 而当我去到天资一号房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陈设 跟柳明月所说的方向完全相反 在那个时候 我就完全明白了 因为你当时杀了人以后 就将天资一号房和天资二号房的 两个门牌调换了 所以柳明月进的 只是一间空无一人的天资二号房 对不对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中几族 你还有何话可说 这 是是是是 在这个地方 转发了 。 我们用这个地方 最后是 是你们害死了明远 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太蠢 想不到这一切真的是你做的 你没死 明远是无辜的 包大人怎么会处斩她呢 我是特意放假消息出去 说已经处斩了明远 目的就是想令真凶松懈 结果你就自投罗网了 中济族 中济族 你谋害妻子江玉琴 为何还不从事 是最友谈的 戎 所以 如 啦 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过才八个月左右 他又怎么可能会有足月的胎儿呢 中纪族 纵然江玉琴腹中的胎儿不是你的 但这事与柳明月无关 你何以杀害江玉琴后 还将罪名嫁祸于柳明月呢 都是因为她 我生意失败以后 心情十分地低落 我本来打算回开封 跟明月开始好好重新过日子 可是不曾想 就在我离开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她竟然勾搭上了这个宋棍 还要把我唯一的儿子也抢走 我要把我唯一的儿子抢回来 我要把我的子洛抢回来 于是 于是我才想了个万全之策 既可以报复玉琴 又可以嫁祸给明月 最后 还能名正言顺地把我的子洛要回来 中纪族 你老实交代 是怎么杀人的 那天 我去客栈找玉琴 亦琴 你不是去那个女人那儿了吗 干嘛用来找我呀 书甩了我就甩了我 你不想我也就算了 连你的轻骨肉你都不要了吗 轻骨肉 谁的轻骨肉 当然是你的了 我的 跟我有关系吗 你这个贱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肚子里的野种根本就不是我的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你这个贱人 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你想怎么样 你怎么能帮你 你靠 Liberty 你怎么可能 你恐怕 你怎么可能 我未经计 你怎么可能 那天 你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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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 你怎么可能 我 杀了玉琴以后 我赵人写了封信给明月 以玉琴的名义将明月骗到客栈 然后我就带着子乐出去玩 中忌祖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可知罪啊 我没罪 我没罪 都是那些女人的错 都是柳明月的错 中忌祖 你先杀害江玉琴 又嫁祸柳明月罪不可赦 依据大宋律例 判以炸刀之刑 明日午时除斩 我没错 我是冤枉的 我一点错都没有 来人 在 将人犯中忌祖给我押下去 是 报大人 都是明月害的 走 我没错 走 快点 我是冤枉的 我没错 走 我没错 我 别打了 我没错 卿家所言甚是一切就以卿家所言去办吧 是皇上 是皇上 皇上臣还有一事要启奏 孔卿家请说 皇上您可还记得开封府女补快议案吗 近日来在朝中众臣们对此案颇有微词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 皇上本一下旨除斩柳明月 但包拯却没有依法执行 纵然包拯使冤案得以平反 但此举不但欺上瞒下 犯下欺君之罪 还有徇私枉法之险 若长此下去 恐怕会助长朝中的不正之风啊 这包拯 皇上 朝中言论尚不可怕 怕是怕被庞太师趁自机会抓住把柄 小事化大 有损皇威呀 且臣认为 包拯若不能秉公办事 有关庞太师结党营私一案 若继续交由包拯查办 恐怕一有所不妥 可是仲卿家 庞太师一事 终得有人去查办呢 微臣愿意为皇上分忧解纳 开一下门 是 我给你做了几道小菜 趁热吃吧 你就别毛哭耗地加慈悲了 我落的今天这步田地 都是拜你跟那个宋棍所赐 我有什么错 我一心回来 希望跟你和子乐团聚 可是你呢 你不要脸 你自己跟那个宋棍走到一起也就算了 还要带着子乐一起 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你有没有搞错 子乐是姓钟的 那你又记不记得 当初是谁丢下我们母子两个不顾的 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跟那宋棍在一起 够了 这些不关别人的事 是我们自己的事 就是他 是他 抢走了我的女人 就是他 抢走了我的儿子 你要搞清楚 我才是你丈夫 我才是子乐的爹 你叫我怎么咽下这口气 为什么你 到现在都不知悔改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狠心 杀了玉琴还嫁祸给我呢 好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我就告诉你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我们钟家 都是为了子乐 要是我不把子乐要回来的话 我们钟家可要绝后了 你在说什么呀 玉琴那个贱人 他害得我 害得我再也不能进人道了 你说 我想要回自己的儿子 我有错吗 都是那个贱人骗我的 我有错吗 是你 是你让我失去子乐 是你让我失去了一切 为什么你不想想 当初到底是谁 为了外面的女人 扔向我们母子俩一走了之的 你走了之后 我一个女人撑着这个家 昨天谁 我这边去 我还试着这个家 我不肯定了 我一个人 我 感谢观看 对不起 别说了 真是吃吗 这香酥骨 是我之前学历要做给你吃的 可惜一直没有忌讳 来吧 尝尝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 你这样喂他的人 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 你会怎么样 怎么会不值得 祭祖是全天下最好的相公了 为了他我觉得 做什么都值得 这是什么呀 又臭又难看 这什么东西啊 隔了一个晚上都臭了 赶紧拿走啊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 我早点尝一尝 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明月 若我这次回来是真心悔过 你会再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吗 我儿子 我儿子 希望 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庚剧组 时辰到了 跟我们走吧 剧组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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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走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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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乐 来 喝银二汤喽 我不喝 我不喝 我要借娘 乖啊 好孩子啊 我不喝 我就是不喝 紫乐 娘 娘 紫乐 娘 你终于回来了 子乐 太好了 太好了 夫人 你现在终于回来了 福伯 这段时间这样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 照顾子乐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没事就好了 娘 爹爹呢 爹爹 爹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那你会不会也不理我了 娘答应你 一定不会丢下子乐不管的 好不好 好 好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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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在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这次你为了救我犯了欺君之罪得罪了皇上 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进宫向皇上请罪天后发露啊 包大人 这不是明月一个人的错 我们整个开放府都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跟你一起去 对 跟你一起去 是 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 这次的事已经把你们牵连在内 我不可以再连累你们了 包大人 不如 哦 是为了这事啊 你们放心吧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我正准备进宫向皇上秉明一切 可是包大人 放心吧 之前皇上下旨是因为我们无凭无据 皇上才秉公办理 可现在凶手已伏法 皇上也是个明道之人啊 而且还有太后在 放心 不会有什么事的 一切等本府回来再说 包长 你 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君犯上 皇上息怒 臣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找到证明 柳明月清白的证据 不然 真相就会永远时辰大海 包大人 你这样做 确实可以证明柳明月的清白 但你想过没有 你公然抗旨 皇上的颜面 何存呢 皇上 柳明月一事 朝中人人皆知 其中亦不凡 是非言论 如若此事就此作罢 恐怕重大臣 会有所为言 也有辱 保大人你倾天之明啊 皇上 臣只是尽自己的职责 不想妄杀无辜 请皇上 明长 不必多说了 包长 你这次确实是失职在先 不过 朕念你对朝廷忠心耿耿 柳明月一事 朕就不再追究了 谢皇上 但是 从今天开始 庞太师一案 你也不用再插手了 皇上 朕已决定 将此事 交由万孔曹流四卿家 全权负责 你就将调查所得的书信名册 全部交由四位大臣吧 臣 遵旨 田大人到 快传 微臣参见皇上 天爱卿 免礼 谢皇上 亲家 此次出使了果 可有收获啊 回皇上 臣此次出行 幸不负皇上所托 经过多次商议 大辽愿意与我大宋 建立贸易来往 不日便会派出使者 前来商谈 好 做得好 恭喜皇上 天青家 天青家 听令 朕命你在大辽使者来访期间全权负责接待 臣遵旨 不过 大辽使者来访涉及双方交邦责任重大 平臣一人之力 恐怕难以周全 天青家 有何提议啊 朝中上下皆知 开封府不快 训练有素 行事谨慎 臣请求 辽使来访期间 由开封府进行保护工作 一定会万无一失 朕就依田青家所言吧 包长 臣在 朕命你在大辽使者到访期间 全力协助田青家 千万不能有丝毫闪失 将功补过 臣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做最后到达彼岸的星途 轻轻飘 静静叹息 人生悲苦 不知道街坊 是否有贪图 只想化作一朵 落幕烟花 永世不变的祝福 轻轻飘 轻轻飘 静静叹息 人生悲苦 用过往成爱 关最后幸福 只愿轻飘 只愿化作一朵 若梦烟花 天亮后 泪海成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